有一招 那一年剛好是寒流 然後那一天又剛好下大雨 就是我想說好 這一天一定沒什麼 沒什麼人 又是個禮拜一 我告訴你我多聰明 然後又想要找到一個好的攝影師 我還叫我姐請假喔 就是說你那個喔 幾號幾號怎麼20幾號 那一天不要排班 陪我去新北夜誕城 你看看我是不是就拍到了 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很會浪費人家的時間成本 但你都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不要這樣子 我也是跟我姐培養感情嘛 然後呢 我那妳看 是不是看不出來那天是下雨的 而且也看不出來你在夜誕城 對 真的 你都可以啦 真的嗎 對吧 這一張不是新衣區一大堆重景 沒有 這就是新北夜誕城的那個走道那邊 然後這個是當時他們那一年的布景 我跟你講 別人的照片都是人 我可以拍到這個真的是很罕見 已經算很幸運了對不對 這看起來很像P圖人 對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就是耶誕城的時候 幾乎都是人 好啦 恭喜你了 不想叮啊 還有一個 我再介紹一個 比較少人知道的景點 不需要人擠人的 像這個是一個在桃園 大概觀音區那邊的草羅沙丘 大家真的比較不知道 因為它旁邊都是工業區 它這邊有很漂亮的風力發電的 像這個可以拍 然後它上去 這個地方 也是朋友就是那種當地人 桃園的朋友 就說我帶你去一個私人景點 很少人知道的 我說還真不知道這個地方 結果你看它一拍 很有那種沙丘感 彷彿有人在西伯利亞沙丘那種感覺 然後呢 還好人 還好人 很普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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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但是我跟妳講 通常這種很漂亮的景點 都滿要排隊或是一堆人 但是因為這個是很 比較少人知道的 導遊這段還要多長 但我真的滿推薦大家去拍的 因為其實這個草羅沙丘 它下面就是海了 所以你可以拍到海 也可以拍到沙丘 你怎麼不拍你走進海裡呢 那我可能就會逆地了 我記得幾年前喔 我在主演那個 某台的那個八點檔 《甘櫃人生》 然後裡面有出現了一個 人皮面具 很有名 你記不記得 很有名 紅吉義時 那時候是謝神君演的 他看到那個人皮面具還說 哇 韓博士 你真的太厲害了 做得跟我完全一模一樣 其實那個人 你看一看 面具根本跟他完全不一樣 他又演得很正極 我真的是覺得很好笑 然後那時候 正巧我的戲路 不是跟他們一起演的 所以那幾天我都 沒辦法碰到這個人皮面具 道具 然後很多演員 每天都會跟道具 那個人皮面具拍啊 然後PO上去啊 真的 我看到我心也很癢 我想說這種特殊的藝術品 我一定要跟他拍一張 這輩子一定要留戀一下 隔了一個多禮拜 我去拜託道具說 那個面具可不可以借我拍 他說 那已經收起來 收到倉庫不知道什麼地方了 我說拜託 我一定要拍 我看到大家都PO 我一定要也要有參與感 對 然後他花了半天的時間 去幫我挖出來 就為了我這樣拍幾分鐘PO上去這樣 所以我還滿感謝他的 但是你不覺得真的 那時候那陣子真的很紅嗎 很紅啊 因為那個東西真的很好笑 志豪哥你真的很崩啊 很扯啦 對啊 很扯啦 我都好想把那照片印到那個T恤上去 可是你說這種景點也是啊 你看那個有一年的颱風 不是有兩個油桶是往外 對啊 那個排隊也是排了一個 對 大排場就為了大排隊 對啊 像我有小朋友嘛 然後我們家就是 那天剛好上節目的時候 我啦 我跟那個浩如 還有蘇宇一直上節目 然後那個浩如就一直問說 你們有沒有去過宜蘭某飯店 他就是飯店裡面可以就是穿和服 辦武士 還可以餵水屯軍 對 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園區 然後可以玩又可以住 蘇宇就說 有有有我們去過很好玩 他說上次看小良跟Stacy去 帶小孩去玩 就說很棒 但是因為那一間飯店很難訂 而且他們呢就是不給公關 就是公關很嚴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公關的票的那種的話 就是很難要就對了 我回去的時候我就默默跟我老公說 聽說宜蘭有一個飯店什麼 我老公其實平常是不愛出去玩 因為他覺得說開車 然後我小兒子又會吐 就是又會移車 對 然後他就說好 那不然的話我們就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是平日可以去 然後走走走走 結果12月有一天 我兒子學校體育表演會 所以他們禮拜一會補價 我就說好就是這一天 因為你一月再去一定 抓到時間了 一定很冷 然後12月剛好 然後你就好就上網去訂 就訂的時候也是很麻煩 因為他等了很久 他房間才會釋出 才會釋出 結果好不容易訂到 我們就說太棒 可是沒有訂到我們想像中 那種日式的那種 就是有榻榻米 沒關係 只要是有什麼面衫的 我們也很開心 然後就帶小孩去玩了 然後沒想到那些禮拜一 下雨 人區還是人滿為患 然後我們有那個照片 可以給大家看 好可愛喔 就是 榻榻米在哪裡 那個是外面 那個園區裡面 在餵那個水豚區 水豚 他一把稻草 一把草了 又賣午食 對 然後你小朋友吃 對 它很像甘蔗葉那樣子 然後你就餵水豚區吃 可是水豚區超可愛 因為他智商好像 只有一兩歲的小孩的智商 好可愛 所以他就是你只要一給他 他就 對 他也不認人 好可愛 他就只認草 所以你有草 他就一直這樣追著你走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就一直餵 然後說媽媽 再去買… 然後就小朋友很開心 而且他也非常的溫和 看起來就很像一隻大狗在那邊 超級乖 超級溫馴 很棒耶 草泥馬也很乖 他就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那隻草泥馬的那個 那隻羊駝 牠牙齒特別長 所以你就會看牠牙齒一直這樣 好可愛 超可愛 因為牠們很乖 所以你就是很… 就是很溫馴的讓我們開玩笑 好可愛 老公也不錯 真的很好 我老婆是屬於比較理性 然後每次就說 人家打卡這邊很棒啊 像之前的柏朗大道 我們京城武術 我說我們去那邊好不好 反正過一陣子就沒人了啦 過一陣子再去 沒有 他永遠都很多人 永遠都很多人 對啊 那有一次是因為 我老婆去墾丁那邊工作 然後我就要回程的時候 他說 你就順便帶我們去附近玩一玩 他就睡覺了 我就開… 開到台東去 差很遠 然後回來台東就開到台東了 然後這裡是哪裡 這是台東 有照片啊 因為我很想去柏朗大道拍個照啊 你這張也很… 對 你剛剛那張也很像Key上去耶 還敢說我 你就太Key了吧 不是 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一大早出發 到那邊大概清晨七八點 八九點的時候 所以人還很少 所以趕緊拍 我老婆醒過來說 這也是哪裡 我說柏朗大道 跑來這邊幹嘛 那沒什麼人啊 對啊 後來他自己也拍得很開心 因為真的沒有人拍起來 真的很漂亮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去那種 台東又太遠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那種 新竹的部落 你應拜託 講到台東 應該是在台東吧 還有一個 也是那個部落也超難訂的啊 好多人都想去喔 很多 都蘭啊 最靠近天堂的那個部落 都蘭也很難訂啊 然後多良啊也很難訂 靠近天堂 那是新竹堅持鄉的地方 新竹堅持那邊 很多泰雅 天堂部落 泰雅族的部落 不是 那個叫做台東人嗎 我是台東人啊 但你為什麼會介紹新竹 不是 因為台東有時候太難去了 而且花東的車票太難訂了 對 花蓮車票永遠訂不到 真的 然後所以我就 都會自己去那個新竹 然後找我泰雅族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那邊真的真的很漂亮 然後如果你覺得 新竹還是有點太近的話 可以再下去一點苗栗 苗栗呢他們有一個 太安鄉 對 有一個司馬縣那邊 也是完全是空曠到一個步行 然後很美 那邊只是 就是你們要登進那個登山鎮 然後上去了 然後那邊我們就是 常常就是跟我們部落的朋友 就是一起烤肉這樣子 唯一要害怕的就是 我們常常就烤肉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些 就是氣泡飲品的部分 對 我還記得有一次呢 就有一個夫妻呢 就是他們就突然 就是我們烤肉的時候 他們就突然吵架 吵起來 然後我們想說那算了 他們就吵吵吵吵吵 就走離了 然後走離了 想說那他們應該是 回到房子裡面去了 那等我們烤完肉的時候呢 我們回到房子 那對夫妻不見了 可是完蛋了 死定了 兩個都不見了 對 兩個都不見了 完蛋了 然後我們就是去外面找 因為已經很晚了 而且司馬縣那個地方 真的是 對 完完全全就是深山嘛 就是黑的 月光照下來 就只有月光而已 但是那個月光 對我們那時候 視線模糊的人來講 很沒有什麼太大作用 視線模糊他還是喝多少 我們就是去找找找 然後就換那個夫妻呢 他們就很安穩地睡在一棵大樹下 很親密地這樣子睡在那邊 很好啊 對 但是那邊 那邊應該感冒了吧 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有 直接睡在草地上 對啊 他們直接就吵一吵 然後睡在那邊 醉到這樣子喔 對 難怪很多 開心的啦 有一些地方他們都說 有一些景點是去 撿內褲的景點 你都在追求這些 沒有 是人家跟我搶歌啊 我好像很少看到你會 在這種景點打卡還幹嘛 你是不愛參與這種 我低調啊 低調 所以我唱歌一直都用低調 很冷啊 好 太甜了 太甜了 我要來公布榜上 剩下第二名 是跟這個愛搶便宜有關 譬如說網購 折扣 特賣會生等 那網友就說呢 便宜的東西誰不愛呢 更好更滿啊 對不對 另外也有網友就說 常常連看都不看是什麼東西 就直接加一 大家也是這樣子嗎 上次那個巧克力餅乾也是啊 我們有個朋友結婚 然後他結婚的時候 他就我們去參加 伴手禮是巧克力餅乾 然後有一天我在錄影的時候 他們在群組上就說 那巧克力餅乾很好吃耶 超好吃 怎麼那麼好吃 然後每個人都說 對啊 那好好吃 加一加一 然後那個新娘就很好心 還是新郎我忘記 就很好心就說 那他幫我們訂這樣 對 然後我其實也沒在看 我就加一 然後寄來了 那天回到家寄來說 怎麼又多兩盒這個餅乾 為什麼 其實已經 對 是我自己加一